这几天,祖国上下沉浸着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但是,国外却显得很不平静。继法国后,又一个北约成员国,突然公开向中国示好,美国拦都拦不住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据外媒报道称,近日,希腊与中国的交往,开始变得越发频繁,两国达成了多个合作协议,就差最后的签署。看到这里,我们必须要明白,希腊可是北约的成员国,他们此次的做法,难道就一点也不顾忌美国的感受吗? 据了解,最近几年来,希腊国内的经济,开始出现下降的状况,虽然希腊是北约的成员国,但是他们却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任何支持,在希腊看来,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,并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。 面对美矿欲下的国内经济,希腊希望有个国家能及时站出来帮助他们。看到希腊的状况后,我果果断站了出来,通过采购希腊的武器,来帮助他们化解危机。 希腊对此十分的感动,他们表示,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中国。中国的做法与美国完全不同,每当自己的盟友出现困难时,美国总是摆出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, 一旦美国需要他们的时候,就会过来讨好,毫不夸张地说,美国从来就没有把盟友当作自己人看待。 看透美国的希腊,开始向中国积极靠拢,希腊更是拿出了自己的诚意,把自己所有的先进武器,拿出来供中国采购。 据悉,希腊的做法一度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,美国甚至向希腊发出了警告,美国表示,如果希腊再这样下去的话,那么导致的后果,必须要希腊自己承担。 然而美国的警告并没有让希腊改变计划,希腊霸气地表示,我们自己的事情,我们自己做主,希腊国内这么多先进的武器,如果卖不出去,后期的维护费用谁来出? 如果指望你们美国,太阳恐怕就会从西边出来了。 希腊的言论让美国瞬间啥口无言。 不得不说,希腊这次确实认清了现实,我想乌克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众所周知,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的很多高端武器,这些武器中有一大部分的性能,甚至超越了北约国家。 但是这些武器却没有良好的买家,货卖不出去,经济自然得不到改善。 希腊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,却又被美国痛骂一顿,甚至还被扣上了危害北约武器安全的帽子。 在小编看来,西方国家真的是心虚啊,中国一向点个共同友好发展的政策与外界交往,从来不会像美国那样,把利益放在首位。 中国的口碑可不是吹的,这是实打实做出来的,只要与我国进行过合作的国家都得到了好处,欧洲很多国家是深有感触的,与中国合作后,他们纷纷称赞中国才是最佳的合作伙伴。 所以,这次任凭美国再怎么阻拦,希腊也要与中国进行合作。 至此,我们能看出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走向衰败,如果美国再不改变自己的做法,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国家会毫不犹豫地远离他们。 美国关键人物突然飞到中国,送上万亿大理。美国关键人物突然飞到中国,送给中国万亿大理,特朗普肠子都毁清了。 大家都知道,一个国家有多强大,首先就要看他们的科技有多发达。 如今,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到达了世界的前段,这是无数科学家们默默奉献的结果。 这些科研人员中,不仅有本国的科学家,还包括一些国外的科学家。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的研发,我国开始大量的吸引人才,而且也整体提高了科学家们的待遇,这些待遇,甚至超过很多国家。 待遇优越,吸引了众多的外籍科学家。 说到这里,我们必须要提到这个人,戴维布拉迪。 他的到来,为我国创造了价值万亿的前端技术。 大家都知道,我国各个公共区域,如露天广场、公路口、火车站,如今都安装了摄像头,这些摄像头结合我国先进的i识别技术,形成了一个天王,它能让任何一个追踪目标无处躲藏。 但是,如果能把这这项顶端技术应用到军事上,那将更利于我们查看地方的动态。 据了解,十一级像素这个惊人的数据可不简单,如果一旦研发成功,美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拍摄图像中的任何细节,这对军事来说意义重大,但是,面对这样一个高超技术,美军竟然直接选择了拒绝。 戴维布拉迪作为此项目的首席研究员,肯定不会对此轻易放弃,在众筹资金无果后,他决定带着这项先进技术前往中国,而此时又是中国广纳英才的时候,这位落魄的美国科学家,自然而然受到了我国的关注。 于是,戴维布拉迪的项目,得到了我国的支持。 等到美国发现时,他们肠子都毁清了,戴维布拉迪让美军至少损失了上万亿的技术。 这对于美国来说,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 如今,北斗卫星开始全球布局,国产航母也进行了多次海事,这让我国不断地提高了在全球的影响力。 19世纪,英国是海上盲者。 20世纪,美国是世界主导。 那么21世纪,将是中国也领全球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,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真理。 一是雷剑,面向未来。 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,我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 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。 我骄傲,我是中国人。 势不可挡。 中国终于出手了,西方脸色大变,几乎,这是在破坏规则。 提起封锁这两个字,同志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技术封锁。 是的,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西方国家在高科技方面一直处于垄断的地位,因为全球大多数的发达技术都来自西方,这是非常客观的看待。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,中国陆续研发出了更先进的技术,并且制定了一些自己的规则。 面对中国的规则,西方国家纷纷开始抱怨起来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据了解,前不久,我国大型火箭震动台取得了重大突破,这项技术可以说是领跑了全球,就连美国都无法比拟,虽然美国在火箭震动台早有研究,但是它们却只能承重20吨左右,而我国达到了50吨。 众所周知,进行火箭发射,都需要提前用到震动台测试,由此可见这项技术的重要性。 看到中国取得重大突破后,全球很多国家纷纷抛出了橄榄枝,就连一项傲气的美国也坐不住了,这些国家表示,要采购中国的这款神器。 当然,中国的东西可不是你们想买就能买的,首先就是必须确保技术安全,为此,我国制定出了很多严厉的要求。 面对中国的要求,西方国家大呼,中国不能打乱市场规则,这是不好的。 不得不说这些西方国家真的是蛮横无理啊,你们当初对我国提出了那么多的苛刻条件,难道你们忘了? 现在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,你们就受不了了。 真的很搞笑。 在小编看来,在我国曾经最困难的时候,这些西方国家不但没有帮助我们,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阻碍,这让我们多走了多少万路。 面对那样的被动局面,我国下定决心闯出一片天地,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,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。 如今,中国正在飞速崛起,我想任何试图阻止我们的阴谋,都必将一一被击破。 美日封锁50年,中国奋战三年终于突破。 据《科技日报》12月26日报道,我国首舰自主化300兆瓦机F级重型燃气轮机涡轮第一级静业主舰,25日在此间顺利通过鉴定。 这是我国在重型燃机热端核心部件上,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突破,也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,迄今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成果。 据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》有限公司,以下简称国家电投介绍,被誉为装备制造业黄欢上明珠的燃气轮机,在国内已有50年发展历史,但此前我国仅具备重型燃机冷端部件,制造与总装能力,尚未掌握其热端部件设计制造核心技术,也没有相关资助研制能力。 涡轮第一级敬业,作为重型燃机典型的热端零部件,其核心制造技术,一直处于国外绝对封锁状态。 来自两级专项专家咨询委员会、三大动力、北科大、国际集团、福顺特纲等的13位专家一致认为,国家电投旗下中国联合重燃、中科院金属所、江苏永汉等协同攻关。 既交付了一套质量合格的实物叶片,更交付了一套固化的工艺体系和质保体系,为涡轮叶片定型设计打下良好基础。 同时创造多项记录,国内首次自主设计重型燃机大尺寸一级静叶,国内首次也练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级静叶母合金,攻克了纯净化演练技术,攻克了大尺寸复杂叶片的精密铸造技术。 据悉,两机专项于2015年正式启动实施,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最新的一项。2016年又被国家十三五规划,列为百项重大工程之首。中国联合重燃为两机专项中重型燃机的实施主体。